大家好,我叫周薇,我来自北京,想说的很多,想几什么说什么吧。 先说第一天在这儿,然后明天的晚餐,然后我发现中国是特别的活跃,特别的活泼,然后会这么多的乐器。 当时我就和我什么说的人说,我说,哎呀,这就是那个香港博士和三美丽博士的一个区别。 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嘛,然后就是对这个教育很在意的。 那个老大上幼儿园了,然后刚刚把他转到了一个私立的就是华德福幼儿园。 对,然后那个也是就是我跟我老公也在考虑以后他上学,到底是上公立的还是这个继续上华德福。 然后但是我看了这个博士的这个表现,我觉得我的信心是还是想让他继续在华德福的这个教育里练里。 不想让他被这个国内的这种误化的把他给摧毁了。 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还有就是,来这儿,是真的是要感谢我的老公。 他就是给了我很多的改变。我今天能站到这里,是我自己突破自己的很多很多很多的界限。 然后那个,而且我在这里边我觉得就是越来越,越来越能够让自己放开,然后去感受这个大家的爱嘛。 然后就整个这个世界的这种爱,这种能量。 然后那个,在上课的这个第一天,就是20号正式上课那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老公骑摩托车带我闺女出去,然后把她给摔了,摔得很严重。 嘴唇都破了,红针了,然后牙齿也掉了,掉了一颗多。 真的是非常,真的是,就这么这么大以来是很严重的一次。 然后那个就是,但是我发现就是我的这个心里的平,就是很平静。 没有被她的这种是完全的,就是牵扯的很多。 然后我就告诉我老公,我说,就是给了她一些建议。 而且我老公也在这个各种师生群里发信息,问大家怎么去做。 然后我,我们俩就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让她顺其自然,就是按照她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去走。 虽然是缝针了,可能还打了破伤缝针。 然后呢,但是回来之后,就是让她按照她自己的想法,她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 因为这件事我老公也说她要断食七天,作为自己的一个忏悔吧。 然后那个,四岁,九个月。 然后我闺女也就说,那我也跟我爸办事。 然后那个确实是第一天没有,她没有,基本没有吃东西。 然后我婆婆很担心,晚上就给我打电话。 说你得劝劝你老公啊,怎么这样。 我说没关系,我说她是一个成人,她有自己的那个选择。 我说你就相信她吧。 然后呢,第二天又给我打电话。 然后说我给她熬了点粥,想给她弄点粥汁和孩子。 然后呢,她爸也不让喝什么的。 我说你不用管,我说也不要给她熬这些人喝了。 我说如果她想喝,就给她榨点果汁,给她喝就可以了。 然后正好那天是吃到那个香蕉冰淇淋。 香蕉冰淇淋。 然后那个我就跟,马上我就告诉我老公, 我说你用这个方法去给她做冰淇淋。 然后说就是冰镇一下她的这个伤口也有利于那个消炎嘛。 然后那个,就是我婆婆那两天就很担心, 担心他们两个人的那个身体状况。 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没关系。 我说那个,我后来我婆婆很无奈, 哎呀,你们这种交易方式我真的是,哎呀。 就是透无奈。 我说你要相信我们,我说我们都是成年人, 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想法。 然后那个,我说她恢复的真的很快。 第一天就是肿得很,很严重眼睛都是这样了。 然后第二天呢,她就能够说一些话了, 就是但是她不想说。 但是你要说让她叫你呢。 嗯,妈妈就叫出来。 然后第三天,我老公说, 完全就是在那个客厅里冲她大弟弟, 不是,出来弟弟都大喊大叫了。 啊,怎么怎么样。 然后又那个出去玩, 然后说在楼上都听到她在楼下花园里, 哈哈哈哈的那种欢快的那个就是叫声。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 就是真的,就是一下就是能够, 真的是能够放下了。 觉得我们很多的过多的担心, 其实是,就是这种能量啊, 其实是可以传递的。 然后你的很多担心是会传到给她。 但是你好的这种信念也是能够传到给她的。 我那两天真的就是每天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奖项啊什么的那种观想的时候, 或者晚上回去, 我都会要把这种好的这种这种心念, 然后去传递给她。 这个是我这个, 在这个期间就是经历的这些, 我觉得感受特别大。 而且,嗯, 刚开始来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师生班, 当时是师生班嘛, 其实,可能外人来看, 可能就是一个学, 学,学,学细细的理论, 然后学习怎么去做的这么一个, 嗯, 嗯, 这么一个,嗯, 就是, 学习班。 但是真的, 你进来之后, 你会发现, 它不是, 它是一个, 让你身心灵的去一个, 嗯, 嗯, 感受, 然后是一个, 清理的一个, 嗯, 嗯, 而且就是, 因为我有, 有做过那关嘛, 那关, 它是一个, 就是, 属于一种精神的断食, 你在十天里面, 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 就是什么都不接触, 然后, 只是去观察自己, 但是, 我觉得, 来到这样之后, 它, 就是, 是一种, 从身体和心灵, 一起去, 让你做进化, 而且这种进化是, 能够提升你的这个, 精神的这个, 层次, 这个境界, 嗯, 真的是, 挺,挺, 哎呀, 是, 觉得, 自己真是, 发现了这个, 宝藏, 然后, 嗯, 这个, 嗯, 其实这个, 真的呢, 其实这个生时, 怎么说呢, 我觉得体验生时, 也有快两个月了, 嗯, 我觉得, 嗯, 它是, 就是说, 甭管你用, 什么, 就是, 如果你真的能走到, 生时的这个阶段, 确实是, 嗯, 需要, 需要, 需要勇气, 需要力量的, 嗯, 我这次来也是, 嗯, 希望能够, 嗯, 给自己一些勇气, 一些更, 更更强大的力量, 而且系统的接触之后, 有这种理论嘛, 嗯, 你就能够更好的去帮助身边的人, 因为有的时候, 你只是自己在体验, 很多东西, 嗯, 基本的理论的东西, 你没法跟人去解释, 比如说, 哎呀, 你吃这个不很寒凉吗? 你的身体受得了吗? 就是, 这些东西, 其实你, 体验了你知道它不会, 但是你又不能, 很好的跟, 跟别人去交流沟通, 嗯, 我觉得这个, 是, 给我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力量, 然后, 而且呢, 这种系统的, 嗯, 学习之后, 嗯, 让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这种实生道路, 也是更有方向了, 更有方法了, 然后能真正的实出这种健康, 嗯, 然后, 嗯, 嗯, 我还期待下次的那个, 厨艺, 厨艺班, 然后把这个,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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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吧, 生食的美食, 然后带给自己的家人, 和身边的人, 让他们更容易地去接受它, 然后那个, 嗯, 能够, 让, 让师生, 在, 在中国, 然后是, 乃至世界, 然后能够更好的, 发展下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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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